复习课 我们这 我看一下 我们是放到 好 这是一个复习课 所以很多的 很多的内容呢 还是供大家来练习 其实要反复的练习 最近呢 我去上网看了一个 中国的叫小红书的 这么一个平台 上面呢 很多人在教 就这种音标啊 好 今天呢是第二课 第二课的复习课 我们的这个复习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类似于滚动式的 为什么叫滚动呢 就像滚雪球那个样 所以滚雪球的特点就是 那你这样一个雪球滚起来呢 才能越滚越多 才有一个积累 所以大家的这个英语呢 你不能说我学了一课 忘了一课 对吧 这个就达不到这个目标了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要 温故知心 又学新的呢 在复习旧的 你像英语好就好在呢 它就只有26个字母 谁学谁教都是26个字母 如果哪天他跟你说50个字母 你说错了 50音图那是学日语 对吧 根本就不对了 所以说从26个字母来演变出来的 单词的就是好多音的组合 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看了很多教这个音标的 中国老师就没出过国的 中国老师最起劲的就是教单词 让你三天背3000个单词 5000个单词 还有说这个音标 哎呀 手把手教你练音标 对不对呢 我开头还说对 我现在都说这样做法是不对的 因为谁说学汉语的时候 上来就是 波波摸波 各科喝 这是汉语吗 这是拼音 拼音只是一个工具 所以我们这个语音呢 一定要过渡到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一句一句 一句一句都用爱讲的 所以这个单词上千万不要 就逗留的时间太长 花太多的精力来练这个 所以大家也能感觉到 就是发音很重要 然后我们直接就完了就是单词 最重要的呢是这个 这才是我们就是学语言的 真正的这么一个目标 真正的一个应用 当你能说出这个话来 他不管你是大学毕业还是小学毕业 你还是外国人还是还是不是外国人 我能说出来 我能和你交流了 目的就达到了 就这么简单 好我们从字母来一遍 这个就不在群里面录音了 大家再跟着再读一读 这个读的好处呢 就是能让发音基本的正确 达到这个标准就OK了 好 开头 A 注意这个声音的延续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好 慢慢体会 不用急着就是求快啊 求什么的啊 不用就慢慢体会这个音 因为你看 音标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字母 下面的组合 竟然都是有一个过渡 其中最长的就是那个W W W 这是音标最长的一个 像别的很简单的 像E E 都是有一个音的变动的 一个音的变化的 好 我们来进入单词 就像如果我们让大家背这种单词 背下来之后呢 不能说毫无意义 有 有意义 但是什么问题啊 不会用 什么东西你学了不会用 它是一个什么呀 它就是一个累赘 就是一个累赘 那我能把这些单词给你 你来献组句子吗 你组不出来的 所以这就是国内教英语的那些人的 那个问题 天天能让你教单词 就把大家引错了方向了 好 当然我们不是开批判会了 这是告诉大家这个学习的方法 好 来看看这些单词 第一个 爱 爱 正好这一个字母 就是一个单词 就当我 我 代人称代词的主格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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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动词 第一人称单数 现在时 真要是讲语法的话 真要讲语法 大家就没法往下学了 you you 人称代词 可以是单数 可以是负数 you you 啊 啊 是 也是当系动词 是 单负数 都是这个 你是一个什么什么 你们是什么什么 都是这个 you are you are 好 下面 fine fine 好的 好的 name name 名字 thanks thanks 感谢 好 这个呢 只是熟悉一下发音 最重要的呢 核心的内容是这个 所以我不管你是零起点 是吧 我就一天都没有学过英语 哪怕我26个字母都记不全 没有关系 你说话的时候呢 他不管你是学了一天两天的 还是十年八年的 这种话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好了 上一次教的过程当中呢 我就发现了问题 因为有男生有女生 因为名字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是男生呢 你就用 I'm John Smith I'm John Smith 如果你是女生呢 你就不能用 John Smith 你就 I'm Jean Smith Jean Jean 那是女人的名字 对 姓氏呢 没有问题 史密斯当姓氏 没有任何问题 好我们来练这个句子 我就把句子的读音 发到我们的群里面去了 发到三群里 I'm I'm Smith I'm John Smith 好 大家体会一下 甚至呢 你把这个名字替换都可以 比如替换成你自己的名字 其实这个时候呢 建议大家取一个英文的名字 取一个英文的名字 否则呢 你说完了之后 对方根本就记不住 根本就记不住 for example 比如说你说 I'm I'm 张建国 我叫张建国 他扭头 他就记不住了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概念 他不如他说 Oh John Smith John Smith 他能记得住 就是说 英语当中的英文名字 对方用起来是 非常习惯的 非常熟悉的 如果你是用 中文的名字加进去 对方是记不住的 好 好 下面打招呼 How ar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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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这是一个 特殊疑问句 所以我觉得我很多时候会重复 一遍一遍的 特殊疑问句呢 是降调 降调 不是声调 因为回答他呢 不能用 Yes No 如果别人问你 How are you 你好吗 你说Yes 好像这不太对了 就 他就等于是一问一答 就像这个套路一样 当别人问你 How are you 你回答就是 Fine Fine Thanks 就跟训练条件反射一样 就跟训练条件反射一样 只要听见别人问你 How are you 你就是 Fine Thanks 很有礼貌 就两个单词 所以口语呢 一个是简洁 一个是准确到位 Fine Thanks 那这样一问一答 一问一答 才能形成一种交流 这才是有交流 好 下面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呀 What's your name 好下面 My name is 小明 My name is 小明 这个呢 也是 有这个问题的 你说叫小明 我们中国人知道这个小明 是什么意思 但老外呢 他真的不知道 你这个小明 怎么个 怎么个 具体是什么含义 他也不知道 好 并且呢 拼音 就是音标当中 很多的音 它是发不出来的 像这个小 这个X 这个音 英文是发不出来的 我曾经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个 有一个校友 他的名字当中 有一个字呢 叫明星 明星 什么意思呢 就像电影明星的那个明星 是吧 星就是这个字 星 X-I-N-G 星 但美国人发不出来 这个星 他发 Chin Chin 他这个舌头就是拐不过这个Voran 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有些音啊 26字 碰到中文的名字呢 就不够用了 他发不出这个英文 所以呢 这也是谈文化 就是不妨呢 你就 取一个英文名字 你说 Oh My name is Angela 这是个女人的名字 或者是 My name is Tom Tom是男人的名字 或者 My name is Peter OK 好 注意这个问题啊 成年人呢 轻易不要改名字 因为我这边还有法律业务 法律业务当中呢 很多人改名字了 改了名字之后呢 就跟中国护照上的名字 就对不上了 所以一改呢 像我们的毕业证啊 什么各种证件啊 都是中文名字 所以如果没有想好 就尽量不要改 你可以说 My name is John 这个John呢 只是你一个日常交流当中 使用的英文名字 并不是你护照上的名字 注意这一点啊 还是实际应用当中 这个名字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好 My name is 肖明 My name is 肖明 好 我来看一下 这是第二句 第三句 How are you?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Fine Thanks 下面一句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你就可以替换上你自己的名字了 My name is 就可以换上自己的名字 好 下面一句 Goodbye Goodbye 注意呢 这个是非常简短的一个日常用语 代表了呢 开头中间结尾 开头呢 就是 How are you? 可以用来开头 当你遇到一个陌生人 或者说在一个场合里遇到一个人 需要打招呼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 Hello How are you? 回答 Fine Thanks 甚至对方也会这样问你 就是 How are you? 或者I am you? Fine Thanks 就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 我今天去法院了 到那个 那个 见到那个clerk 那你打招呼 你和他根本就不熟悉 你就可以 Good morning 或者How are you? 像我呢 还认识他 都很熟悉了 就打招呼 这样呢 时间好像一切子就沟通了 他知道你是在跟他说话 然后呢 你是怎么样来做的 你像我今天去法院 去干什么呢 我有一个客户 跑到了卡尔加里 结果呢 是二十年前 在多伦多办的离婚手续 让我帮他去办那个离婚证 结果去了之后 然后你时间太久了呀 需要调档案 我给我说 那好 That's fine Let me fill in the form Application form 填表 然后档案到了 再通知我 再去法院 再去办他的离婚证 就是很多的东西呢 听起来挺简单的 但是关键的是你知道 怎么样做 到哪去做 找谁去做 怎么样来做 是吧 其实对我来说 已经把英语就上升到一个工具 最重要最重要的呢 你是要帮助别人来解决问题 所以成年人呢 就就就有这个特点 是吧 有问题那我就要找这样一种 这样能力的人来帮助来解决问题 但是现在呢 讲的都是一些 日常用语 就是一个 开场白 类似于这一种 先打招呼 先来进行交流 那这样的话呢 会对你后面的 进入实质性的这个问题呢 会非常有帮助的 好 最后才是 Goodbye 或者是Bye Bye 对吧 但是同时呢 也不要忘记说 Thank you Thank you 或是Thanks Thanks 这是加拿大这边用的非常多的 就是大家都非常有礼貌 非常的客气 Thanks Thanks 或者是 Thank you Thank you 对 好 大家呢 来练一练 我现在是在我们的英语三群的那个310个人的那个群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念一下 这一刻呢 特点也比较明显 就是都是一些短句子 所以呢 短句子是容易上口的 大家是能够说得出来的 所以不是那种高难度的动作 是吧 关键就是要把它说出来 然后呢 在一个恰当的场合下 把它说出来 当然这个顺序不完全是 现在它出现的这么一个编排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对方会不会说 Fine Thanks 对方也会说 How are you 我也会说 Very well Thanks Fine Thanks 就像我去安省 政府服务部 就做那个法律文件认证的那个部门 他几个窗口的人 我都很熟悉 他一看来了 Oh Hi Edward 对 我有一个英文名字 我取的那个英文名字呢 叫Edward Edward是什么名字呢 就是爱德华 爱德华 后来有的人说 那不是有一个爱德华王子岛吗 那是王子呀 我说还真是了 英国皇室里面确实有一个叫爱德华的王子 所以这个我也没改名字 只是和他们交流的时候呢 你取一个老外能够记得住的英文名字 女的你简单的你叫什么Mary是吧 好像这边满大街叫Mary 但是老外的名字就是这个特征 他只是当做一个符号 像Mary像我这边认识的好几个都叫Angela 好几个人都叫这个名字 还有叫什么Elizabeth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这个名字不光是女王可以叫 老百姓也可以叫的 所以你就找一个这种名字 和他们呢 容易沟通 他们觉得这个人的名字 我很熟悉 我能记得住 如果你说我叫小明 他扭头就 扭头他啥啥啥啥眼睛 就不知道小明是 是什么意思 是吧 就是说语言的功能 就是交流 交流 好 没人发呀 没人发到三群里去 还是这个问题 就是大家以这个课呢 不是一个以听为主的课 更多的是一个要说要练的这么一个课 我希望就是听完之后 大家呢 把这些句子都能够掌握 像第一句 I'm John Smith 这个John Smith 当然是一个假的名字了 我们用了一个别人的名字 那你就可以替换吗 那女的就可以说 女生就说 Oh I'm Mary I'm Elizabeth 或者是I'm Jean 都可以 你就找一个 你觉得又简单 又好气的这么个名字 就行了 然后How are you? How are you? Fine Thanks 其实这个呢 就已经尽把那个26个字母呢 进行了不同的组合 变成了有意义的单词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它是完整的句子 完整的句子 How are you? 那我们要练到什么呢 条件反射 只要是对方跟你说 How are you? 那你脑子一听 毫不犹豫就要说什么呀 Fine Thanks Fine Thanks 但我去政府部门就是这样 先打招呼就是 How are you today? 对作家 How are you today? Fine Thanks 然后 然后 我再问他 How are you? 他也 fine OK 就等于说大家已经 打了招呼了 然后呢 我就再给他 OK 说 Oh Today I'm going to do the document legalization 关键是你 后面他要去说呀 他就问了 他就会问 How many documents 我说 今天我是交了18份文件 I say Total 18 documents 他就 他连问都不问去什么国家了 他就知道 我说这个文件做了 是拿到中国去用的 他会说 Oh Please fill in the form 那你把这个表填上吧 然后我就填表 给他交钱 然后最后 就等着就完了 然后再什么 Thank you Goodbye 其实这就是一个 日常绘画当中的 对于我们来说 比较有挑战的呢 就是中间的那一部分 开头 应该没有问题 就是How are you? Fine Thanks 打招呼 是吧 最后 Thank you Goodbye Thank you Bye 这是结尾 也非常容易 比较有挑战的呢 就是中间 中间这一部分 你能不能根据不同的场景 能把事情说清楚了 这是最有挑战的部分 但是呢 不用担心 我们会慢慢来的 会找一些 在日常生活当中 经常能够遇到的 但是有些课本呢 也脱离现实了 比如像多伦多这边的很多 你去了银行 很多的银行 里面的职员 直接就给你说 嗨 你就给你说这个普通话了 你连英 练英语的机会都没有了 是吧 直接给你说 或者直接给你说广东话了 所以有一些例外 那都是一些例外 OK 好 我们再回过头来 一定要读出来 不要不好意思说 I'm Jane Levy Hi you Hi and thank you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Eric Goodbye Goodbye OK 好的 名字呢 一定要注意 去查一下 在你取名的时候 一定要查一下 这个名字是男生名字 还是女生的名字 比如说你叫Eric Eric都是男人叫的 有的名字是挺特殊的 就像那个Taylor Taylor 泰勒 泰勒呢 原来我听的多的都是当 当姓 当这个人的姓氏 比如说电影 好莱坞有个著名的女影星 叫伊丽莎白泰勒 Elizabeth Taylor Taylor呢 就是姓名 就是姓 她姓Taylor 男的呢 当然也可以姓Taylor 是吧 但是最近呢 有美国又有一个很年轻的女歌星 她竟然她的名字就叫Taylor 让我觉得 这个名字好贵啊 我觉得什么这个Taylor 是不是应该男的人叫的 她叫Taylor 所以没有关系 所以这边的名字 你在选的时候呢 千万注意 老外的就英语的名字 是体现出姓名的 中文的名字 是应该是看不出姓名的 看不出性别的 性别 既然这个小名可以是 男生的名字 可以是女生的名字 小名都可以 但是这个叫John 肯定是男的 你不能我是女生 我叫My name is John 哇吓到人一跳 怎么能你敢叫John 这个名字 她叫Jean Jean就是肯定是女生的名字 对 所以 哦对 还有一个话题 就是学英语呢 需要最好准备一本字典 Dictionary 准备一本字典 像我们当时 那都是 三十多年前以前的事了 当时的字典呢 基本上就是三本字典 到四本字典 什么三本呢 就是英汉字典 汉英字典 然后英英字典 再来一个汉语字典 所以基本上就是交叉 然后呢 从英汉字典 逐渐过渡到英英字典 这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所以有些事情呢 你拿到字典往后一翻 就会出现 就是姓名这一栏 列了很多的名字 你就从里面挑就行了 Which one you like Which one you prefer 很好 Merry good Merry good 好 我们就是 这样能看出我的那个思路了 开头呢 就是二十六个字母 二十六个字母的发音 然后呢 单词 基本的单词 但是基本的单词 如果大家背单词呢 我真的是 现在是非常反对这个学习方法 如果是在国内教英语 让大家背呢 你也就背了 是吧 我后来想想 我觉得大家为什么学不好英语呢 应该非常大 一个绝大部分的原因 应该是没有碰到一个好老师 这个老师的水平很重要 他如果这个老师的眼光 他的视野就只认为是死记硬背的话呢 会把大家就带到那个方向去了 就带偏了 但是现在呢 应该是熟悉的这些单词之外 我们要来练这些句子 如果这个句子当中你觉得 Oh what's your name name 当你觉得这个name这个单词 发音有问题呢 你就返回基本单词去 这样再来背 所以我们应该背的是 句子 好了 再来练一练 I'm John Smith I'm John Smith 这个I'm I'm呢是缩略语 是I am的缩略语 然后这个what也是缩略语 等于是what is what is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Thanks Fine Thank you 也可以 一般这个时候就是 Fine Thanks Fine Thanks 口语的要求是越简单越好 能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就可以 So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如果你没有实在是没想好呢 你就是My name is 李明 是吧 My name is 李明 OK Goodbye Goodbye 或者是bye bye 都可以 Goodbye 或者是bye bye 再见 拜拜 是吧 中国人用这个字就是 拜拜 相声 对 这个呢也是一个记忆的方法 就有些人说 哎呀我怎么就记不住呢 这个单词 前段时间呢正好和别人交流 就是现在这个病毒变异 叫Omicron Omicron 这是一个英文单词 结果呢 有中国人还是挺动脑的 很有创意的 他说这个Omicron 像什么发音啊 像我没空 今天特别忙 我没空 他说那我就记住这个词了 Omicron 你给我说Omicron 这个词 他说我听着像 我没空 我没空 那你就把这个单词 就给记住了 所以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也要开动脑筋 用一些呢挺轻松的 挺好笑的 那你就记住了 是吧 但是呢 你还真不能碰到老外 说我没空 我没空 是吧 那对方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你的说什么 尽量的往音 用它当做一个线索来记住 然后呢 你把它再往英语发音 尽量的标准一点 所以这也是一些 学习的一些方法 好 这个呢是词性 是语法 语法呢 不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只是让大家知道就行了 在学习英语单词当中呢 最重要的三大词性 三大类词性 就是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别的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去 否则你太照顾语法呢 你就像人这个走路一样 我是先卖左腿啊 还是再卖右腿啊 我是走一步左腿 两步右腿啊 怎么对 你不敢走路了 你知道吧 千万不要被语法 限制住 只是你知道一下 就可以 好 我们的重点呢 你看等于是 虽然四个 四个PPT 四个图片 但已经涵盖了英语的 几个重要的方面 这是已经 零 我们是零起点了 是吧 退到最 最初的这么一个 一个 标准了 就是26个字母的发音 然后呢 字母组合 就是单词 然后这是句子 然后形成句子的规则 是什么呢 就是语法 但是这个语法 好 语法呢 其实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呢 叫词法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还有一部分呢 叫句法 句法呢 还没有出现 但是在这已经 已经 句子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比如说他分 简单句 并列句 复合句 是吧 但是简单句 就是现在的 简单句 简简单单的句子 就叫简单句 啊 那个并列句呢 就是两个句子 放在一块了 那就并列了 那个复合句呢 那那句子就开始出来 主句 从句的问题了 所以现在不准备呢 就是就是讲这么多理论性的 而 从开头 我们就已经能掌握 这些句子就可以了 简单的绘画 对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课 其实每一次 每周呢 其实就一次课 但是 建议大家课下呢 最好每天呢 都能够 读一读 练一练 让你的就是 自己的这个发音 或自己的听力 都习惯这种音 这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我们就是 哪怕华人呢 大家还都有方言 自己说这个普通话 还都南强北调了 是吧 还都不这么标准 所以呢 这个英语呢 不要太苛求自己 不要说 哎呀 我说的不好啊 我没有 我说的没有别人这么好 我就不敢说了 千万注意 这个呢 就涉及到心理学的问题了 是吧 重在一个表达 一定要说出来 好 I'm John Smith 或者是 I'm Gene Smith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Fine Thanks 其实这两个呢 就是一问一答的 所以大家最好 能记住这种 成对的这种句子 因为这种句子呢 非常有用 当你听到别人问你 How are you 那你的条件反映就是 Fine 或者说你先抢答了 你先说了 How are you 那你期望着对方就知道 Fine Thanks 对方呢 很好 再感谢 对吧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你是叫什么名字呀 那他说了 那就该轮到你回答了 My name is John My name is Edward My name is Eric My name is Peter 都可以 那反过头来 你再问 What's your name 那对方再来回答 就是这种呢 是挺有用的 就是一问一答式的 一问一答式的 所以大家能够掌握了这个呢 逐渐就会变成 形成一个英语里面 叫small talk small talk 就是这种很小的一个对话 这么一个 或者是交流 好 看看大家 今天就是一个复习课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问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想法 有什么样的建议 都可以 找不到课件了 课件我看会 下课吧 下的课我发到 我们这个三群的 310个人的 这个群里面 好 大家可以 是不是可以解除静音了 别人大家都可以 自己解除静音了吧 老师怎么有声音了 实在的特征 是个人呢 就可以当主播 是个人呢 就可以出来教英语 我看了一下 有些大学生都出来教英语了 有些跑到香港留学的 学生都出来教英语了 对不对呢 也不能说人不对 是吧 不能教 但是他们的几大特征 就是第一个特征呢 就是教音标 教音标 对我听了听 我说也挺好啊 但如果你继续 再花更多的时间呢 就有问题了 音标只是一个过渡 我就在想啊 我们学汉语 学中文的时候呢 我们并没有花 过多的时间 在什么播泼 什么歌歌歌 什么这种拼音上 因为知道了呢 就OK了 它只是一个拼读工具 能够帮助你 还有一类人呢 我觉得这个教音标的 你看看 看几次 OK 翻篇就过了 不要花太多的时间 因为这是 就像一年365天似的 音标就占个一两天 就过了 不要花太多的时间 它会浪费你的时间 因为我们不需要 在这个音标上面 过分的经验囚禁 只要我知道这个音 怎么发音 够了 因为最重要的呢 下一步 单词 单词 但是中国的老师呢 讲单词 讲不就过分了 很吸引人的人 我让你三天 记住3000个单词 五天记住 什么1万个单词 我看到这种 我扭头就走了 这是在骗人的 你根本就记不住 第一个 你根本就记不住 第二个呢 你记住了呢 你也不会用 对 然后你才讲 哎呀 这是一个前缀 那是一个后缀 把一些单词 都给你罗列出来了 我说这种老师 是肯定是没出过国的 或者说他没出过 不但没出过国 他在国内 连英语专业都不是 所以我曾经看过 一个中国的一个书店 叫什么书店 当当还是什么的 排名的前十名的英语书 我看了一下很失望 中国人这么样 是学不好英语的 上面的什么书 在榜上的前几名的 托夫词汇 雅思词汇 还有什么英语 什么词缀 什么东西 我说 研究单词的是 很糟糕的英语老师 因为单词谁都能讲 用中文的人讲英文 我都说 Wow can you teach English in English Can you speak English Can you explain in details What's the function 很简单吗 你就用英语讲吗 他说不出来 他只能用中文 甚至我看到一个 挺有名挺有名的一个 一个华人的 讲了半天 全是用中文在那讲英文 我说这样就限制了 学生的英语学习 其实真正交流的呢 就是大家要尽快尽快的 就是进入到用句子 就是学完整的英语句子 作为一个学习的目标 那你的这个英语 才不浪费时间 不会说我学完之后 我说不出来 我买脑子都是什么 前缀后缀 有什么用啊 我们又不是做研究的 我们不需要来研究 这些词缀 还有呢就是我们也不需要 去研究这些语法 就像我们用手机 我不需要知道 手机里面有几个芯片 那它的电路是什么 不需要啊 我们开车 我们只知道打火 开车左拐弯 右拐弯 加速停车 就可以了呀 我们还要研究 这是个发送机 那是个传送带 不需要吧 根本就不需要了 违反了英语学习的原则 当然了我也理解 因为我我的经历也和他们一样 我没有出过国的时候呢 我教英语 那也就是照着课本在那教 自己的水平也有限 其实当时教英语的老师 普遍的一个愿望 就是能够到国外来 进修一下 深造也罢 是吧 但是当时年轻老师 没有这个机会嘛 所以我们才就 凭着本事 考奖学金 那我就考到美国去了 所以考出来之后 我再回头一看 我就觉得 哎呀 中国的英语教学 确实是有很多的问题 因为从中国教英语 和在国外教英语 回过头来看 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说 我再教英语 再我 反过头来 我会给大家 交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并且我也说 为什么很多人学不好英语 因为他没有碰到一个好老师 因为他老师的这个见解 就限制了人的思维 就像现在 我也在不断地学习 不断学习的结果就是说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呢 其实就是一个人的 思维的这个意识 这个人的 人的这个 思想的高度 所以我觉得我能够 站到这个高度上来 我再来教英语呢 我就让大家 把我们这些 幻灯片当中的 这个句子 当作我们最重要 最应该努力的 这么一个目标 然后像旁边这个呢 前面这个呢 只是一个过度 而这个呢 只是一个基础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基础 然后就过了 然后到这儿来 我就希望每一堂课之后呢 大家都能够 说出完整的句子 然后也希望呢 能够在 你学了几次课之后 你想 哇 我都能说出 十句话 二十句话 甚至是五十句话 一百句话 对吧 那你这个 和别人交流呢 一旦能够有这么一个 简单的一个 一问一答 一问一答 那你的学习的 积极性就出来了 这也是我一段 就是最近在看那个 这个小红书上面的 那些人在教英语 我就产生了很多的联想 所以这个呢 正好也在这边 给大家分享 就是说 你学英语呢 一定要说出来 一定要记住的呢 是这些句子 这就是代表了我的一个 这么一种教学的理念吧 老师 你讲的太好了 太重要了 因为大家都学过英语 我觉得 对 对于我们怎么学习 给起到了一个指导作用 我觉得太好了 对 因为因为呢 大家都是零起点 有些人 学着学着就说 我怎么学了没进步呢 是吧 那肯定是 努力的方向出了问题 对 而重点没有抓住 因为成年人嘛 成年人 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就是 口语 口语是弱点 是自己的弱项 是最弱的一项 因为成年人原来 在比如倒推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中国的那个英语的 教学水平呢 不像现在 所以大家可能当时 就都耽误了 或者说当时因为 种种原因呢 没有接触到这样 能够 有这么 从零起点的 再加上又是工作呀 生活呀 好多事一忙啊 就都给错过了 所以我这个呢 会用一种滚动的方式 这是第二课 也不多 就这几句话 所以希望大家呢 等我们做复习课的时候呢 有更多的人 能够自告奋勇的呢 就读一读 哪怕你不好意思露脸呢 你就别露脸了 你就露声音就行 是吧 读一读 那我至少能听一听呢 呃 发音 哪个地方发音 有什么呢 可以纠正的 或者说呢 都差不多 或者挺好的 能够基本掌握 就可以 但这个呢 也只是第一步 第一步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照着这个 课文 能够读出来 然后更高一点的要求呢 没有课文了 我也能够说出来 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你不可能说啊 我就和别人交流了 我还端一个课本 这是在这句话在第一页上 那句话在第五页上 不是这么交流的了 老师留言里有人提问了 我看看 好 有什么呀 啊对 我就是零七主 看零七主 看到单词就 不会拼读 看到单词呢 用电子词典 发音模仿 不会拼读 好了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呢 就是26个字母 26个字母 我记得当时 小学生学什么 波波 莫波 什么歌科 喝那类的 都是分组来的 分组 如果你要是 真的是零基础呢 你会把26个字母 分组 比如说 ABCD ABCD 或者EFG EFG 这样呢 你把26个字母 先非常的熟悉起来 然后呢 有了26个字母 就会出现这些单词 关掉 单词对吧 单词呢 就是字母组合 字母组合 比如说 M A M A M U Y O U Y O U 这就是一个过程 你一定要反过来记 就是用学句子 用学句子的方式来背单词 比如说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如果我给你这三个单词 How are you 让你造句子 你会造吗 造成一个疑问句 很多人说不敢造 不会造 对吧 那你现在呢 那你现在呢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你就记住了 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脱口而出 脱口而出 所以你再回过头来背这三个单词 How H O W 一问词 什么样呢 怎么样 怎么样 R A R E A R E 是 是 你 Y O U Y O U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拼读 拼读 还有一个办法呢 我们原来像我们最早学员语的时候也都用过 就是你找一些操稿纸 拿个铅笔啊 拿个笔 就是一边读的时候呢 一边动手写一写 什么目的呢 加深记忆 就是加深记忆 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说 学任何一个东西 最大的敌人就是遗忘 因为你学了之后 过段时间一不用 怎么就想不起来了 太正常了 这是心理学当中的一个 一个理论 它叫memory trace memory trace 就是要记忆的痕迹 就像这个下雪天一样 下雪天你在雪地上走过 留下的脚印 或者是写的字 就留在哪了 但是过两天呢 比如风吹了 或者是温度上升了 它逐渐逐渐就会消失的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你不记 如果你不复习 如果你不复习 那听到的东西呢 就会逐渐逐渐的 就会遗忘了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 只不过呢 我们要在它还没有彻底遗忘的时候呢 再复习一下 就像打铁似的 你不能等这个铁都凉了 你再重新再打 那不又再加热吗 你趁热打铁吗 在它热的时候 当当当打上一阵子 温度稍微再加热 再当当当 逐渐逐渐呢 就固定就能记住了 而这个呢 就会成为我们滚雪球的那个核心内容 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那你的这个英语呢 就开头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学习的方法 所以我为什么说 建议大家也要准备字典呢 现在都有电子字典 或者是在网站上 也有这种有声的 有声音的这种字典 所以呢 碰到情况 你可以去查一查 查一下单词 加深一下印象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的重点就是这些句子 头口而出 就是正确的 不需要你有任何的心理的负担 说哎呀 我说的这个句子不对吧 怎么怎么样 no 这样的句子全都是正确的 这样呢 你就可以用了 就可以头口而出了 所以这个呢 开头 这个单词呢 是过度 这个呢 才是我们的目标 基本上就是每次我都会 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句子上 像后面这个呢 适当的提一下就完了 语法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 稍微的提一下 好 大家要是有什么想法呢 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 或者是留言也行 有什么 敲字也可以 都可以的 关键就是说 在目前这个世界呢 当前的世界 就是一个中文和英文 你只要是 我们非常幸运 我们会中文了 我们中文在学英文 就比会英文的学中文 要容易多了 所以我们 会的这两个语言呢 基本上的交流 基本上都 就都可以了 我们现在的英语 成了一个国际语言嘛 所以说英语 还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 时间快到 时间已经过了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我们今天就到这了 好 谢谢老师 哎 好的 不客气 好的 应该用哪个呀 应该用最后这个 或是 Goodbye Thank you 活学活用 Goodbye Goodbye